好慘喔 我剛剛還一直要站五邊耶 難怪你一直要弄我 我覺得你不像女巫耶 如果你是女巫的話 你剛剛應該就是可以撒 你覺得不好的人了 因為你前一輪打九十 打一三十一 我覺得YC女巫應該不會厚到 再一天再讀 或什麼之類 我自己覺得 加上你剛剛第一輪 五號預言家在歸票位的時候講說 你的錶水是很像在 求她不要厭你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講在點上 就是 如果你是女巫 你就說好 那你來厭我 還你一個身分也好 可是你是 極力的不想出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很不像女巫 而且你現在一個被接殺手 就被跳女巫 的確可以勾真的女巫出來 對你們狼隊也是有 有效益有工作量的 所以我目前沒有很信四號這個 跳女巫的身分 再來是三號 三號出去了 我 我有想一個很開心的故事 是不是 就是魔術師覺得她很像狼 然後要換她 然後 然後把 就是他們刀了另外一個對方 結果是自己出去的感覺 那這個人就直接出事 然後女巫也不用出來 因為我隨便算了一下票 1跟2的發現是沒有在參考 4號是不是女巫的 我相信6是好人 是一定可以站對邊的 那11是好人也一定能站對邊 所以這票隨便算都過 所以女巫是完全不需要出來的 就直接把4推白天 有沒有可能4真的是5 然後我們全部人站錯邊 因為跟10站邊的話 我狼坑可能會打5 7 9 12 因為7 9是 7 9是在井下第一輪發言7 9 就在做身分 所以我說7 9可能是雙狼 可是跟5站邊的話 狼坑我會打4 9 10 11 9 就是在哪一邊都 都入我視野的狼人 妳作為女巫 妳井上打妳的飲水 妳說八 未必好喔 那怎麼可能是女巫 我女巫就算想藏自己的身分 我何必在井上就打自己的飲水 如果…是的話 我沒有信任那種東西 女巫要保護飲水 所以妳是做不成女巫的 妳要講給我讓我覺得合理 不然我是不會信